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最有感觉》,我是杨阳 作为我国著名的世界遗产 西湖因为禁止游客到湖水中洗脚而引发广大网友的热议 杭州作为旅游热门城市,西湖是其重要的旅游名片 在先前的国庆期间,来到西湖的游客多到能把四季网络挤断 哪怕是国庆之后,过来的游客依然也不少 但是有好些游客可能是因为走累了 也或许吃想与西湖清澈的湖水来一次亲密的接触 便纷纷脱掉鞋子袜子,坐在湖边用脚汽水或者泡脚 看到这样的现象,有部分当地的市民就不乐意了 认为这都把西湖编成洗脚池了,非常的伤大呀 但也有网友认为啊,反正西湖水不用来喝,泡泡脚又能怎么样呢? 倾尽大自然而已嘛 而且啊,就是因为西湖水特别干净 人家才敢把脚放在里面泡的 如果水很脏,游客还不愿意泡呢 而且,西湖周边被允许建设了好些富人豪宅和会所 现在却不让百姓吸吸水,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啊 现在的西湖景区,如果还有游客把脚放到水中 似乎有保安过来治理了 因为确实有部分游客的吸水行为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 从国家角度来说,国家希望游客能文明出行 不要破坏和影响景点的环境 尤其是西湖这样的世界遗产更需要好好保护 所以呢,大家在西湖旅游还是得多多注意啊 让文明出行能保持下去 所有感觉让旅行更好玩 下期杨阳和大家不见不散啊